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在这非常精致 这种在东京就很难看着 丰田瑞智 在日本叫Mark X 你别看他这是一个小山沟 但是我之前视频里边也说了 日本像这样的地方 就是公共交通不是非常的发达 到这样的地方住虽然清静 但是真的一定要注意交通 一定要有车 那就说龙阁上回错过了一班巴士 三天之后才回来的吗 胡子拉擦穿草裙回来的 那家肉都生吃 弹幕说不至于 那怎么不至于呢 我就好这口 我觉得农村水是干净了 这水喝了一点毛病没有 你喝口试试 你是不想跟我好了 现在是去一个我熟人介绍的一个 非常老的一家酱油公司 打酱油去 来 就这家 到了 米油新作酱油 走 去看看 我跟你说个事呗 你的脑门腻光的时候也可亮了 你能起开点 行吧 太白了哈 就是咕嘟咕嘟冒泡的 让它尝一尝 龙阁跟他们要了一瓶 我说尝一下 开个心的呀 这个喝不完的 这个包装设计 看起来就非常old school 尝一尝啊 它这个酱油有点浓稠 像酱汁 试吃这个怎么吃 隔手处着吃 你沾一口 我现在这个身份是可这样吗 其实我是有备而来的 看他们给我准备了啥 哎 蘸饺子吃啊 我先得着 放一个饺子啊 前口的酱油啊 跟这饺子挺配的 龙哥你吃一个不 干一个 吃第二个啊 呼呼炫 你幸福吗 我幸福 我不知道啊 我这是来打酱油的呀 龙哥你是不饿 我全搂了 你给我留两瓶 我就不在 你整两瓶回去吧 龙哥你看那边 勾鸡 在日本开勾鸡 是不是挺挣钱 是不是碾压你们拍视频的 干啥都比 拍视频更强 那可不啊 下一个我要去看一个 做陶瓷器的一个窑 叫天龙窑 别人瞎带节奏 天龙窑 进去看看 来人了 天龙窑是山口县 邱市的一个陶瓷制作工坊 里面有专门烘烤陶瓷器的窑炉 他们家始于1973年 匠人手工制作 工艺手法可以说相当有自己的特彩 还上过日本电视节目呢 那盘太多了 我老婆就喜欢这种陶瓷器 盘子碗啥的 我们家这种盘子都没有成对的 螺都螺不起来 每次洗完了放那盯了往上晃 这杯挺好 相当气质的 你看它这四个都是不一样的 底下这个盘啊 还有这个杯子里面的这个蓝色 它做不到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做的 龙哥我想要个这个盘子 气质不 这东西挺高级的 你想拿着装啥 我半个干豆丝抓个猪耳的不行吗 它这个高级感主要就是靠这个花瓣整的 其实都一样 那我半个猪耳的 我也撒点花瓣也玩的嘛 它那不是有花瓣吗 我那样重点吗 买那么多 它有一些做的吧 就确实挺有情调 就非常适合我的气质 如果有喜欢气质咖啡杯 各种盘子 碗的朋友 可以到大家看一下 刚才龙哥说 这么高端的盘子 让我这顿神操作之后 好像被笼罩上了 一层蒙蒙的香参绿镜 买个这个吧 相当气质 星空小盘 我就拿它装猪耳的 你能包咋的 鸯 陶瓷烤鸯 带你们看完了啊 龙哥 我希望你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已经忘了 虎狼之科 我就耗这口 龙哥 我跟你说个事啊 咱们现在搁这 旁边这个阿吴丁知道吗 4630万那家伙就是阿吴丁的 不是今天咱们来这个市啊 是隔壁那个市 叫什么祥来的 大声告诉我 甜口祥 不是辣口的啊 4630万家都糟光了 咔咔一顿就说哈 后来我没后续报道啊 但是那钱找回来了 要不然我早出手了 差点就伸张正义 我先我把那钱讨回来 我干点啥不行 我要是再射牛一点 我就跟这个车说 往后撤往后撤 这踩线了 不知道吗 等灯踩线 罚你青洋单产 这种街景都挺好看的 你看 现代风的小别野 还有传统风的小建筑 还有甜口祥风的大铁皮棚子 混搭 这小车摆整整齐齐 就喜欢小乡村这种风格啊 这种店少说几十年了吧 龙哥坑坑坑坑 骗你的 下一个我要去看一家 日本清酒的公司 也是一个匠人的酒厂 酒的贩卖机 龙哥 这有年头了 你看 散白 活得死过油 明治牛肉 它就有年代感了 你看它这个地方 电号都是汉字写 龙哥你看它这二楼 像不像有小姑娘 会在上面跟我招手的样子 到了啊 宝传 中村酒造 到哪都有这钢四球 你这到底是洗啥的呢 进去看看 中村酒造 位于这个明治维新的始发地 城下厅修这么个地方的小酒造 他们家每年春季出新酒 这个季节也正好是当地渔船 出海打鱼满仔而归的时候 鱼最好吃的时候 也是酒 也最好喝的时候 为了让出海打鱼的人们 打到更多的鱼 他们的品牌就取名宝传 宝传这个品牌 下边还有很多系列和口味 它还有这种包装 这不就是那种 就是古代人 顿顿顿那种 这个行 这茶个馆喝 相当代派的 宝传这个品牌 在日本酒领域 也得了很多奖项 而且因为他们家 制作工艺比较好 各种企业办活动 时候的定制款 也会找他们家 开发和制造 你说他家提供饰饮 会不会像刚才那家 提供菜呢 提供一块饺子啥的 饿听了 这都中午了 名神池 这个是位于山口县 秋市的一个 国家指定天然纪念物的 一个壶 你看这鱼 怎么 下回鞠鱼 这么多鱼 如果你相机可拿住了 别乌鸦嘴 这还有个猫呢 哎呀 这俩猫 什么 不粘人吗 然后他这里 也有很多大鸟 像老鹰 我查了一下 叫鱼 路边的商店 还卖这个小面包条 供游客喂鸟 你这吃这面包鸟 都不大 龙哥为了拍到 更好鸟吃屎的样子 他把他新买的iPhone14 调到最高帧率和画质 按上录像扣着放在地上 然后在上面放了一块小面包 哎呀 这幸好没被鸟抓走 否则龙哥差点在2022年的年底 又换回他那个iPhone7 Plus 这是山口县特别有名的一家 用柚子做方方面面的东西的品牌 叫柚子屋本店 这附近 到处路边就有这样柚子 我摘了踩了吃了也没人管我 马上没过来就行了 是吧 就拿 走 柚子屋本店 他们家就是用柚子为主题 主要原材料 去开发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个柚子主题的一个工厂 他们家旁边还有个小店 可以直接在里边买东西 这是啥呀 柑橘习惯 浓缩果汁 包装做的是挺精致的 果汁醋 它说很酸 助点益 但是你白给酸我也得干 哎呀妈呀 你露一个 感觉应该是能软化血管 你看下橘子老黄了 我弄过这个 这个最好喝 鲜但是没有那么甜 甜过了就不好喝了 你看看这个 里面都有果肉 我本来今天应该再买点的 龙哥没钱了 他要卖冰淇淋的 他这叫柚子蜜呢 他这全都是柚子的 我露了啊 给你们先吃铁的门 我为你们吃甜蜜蜜 这俩味道一样 有没有丑子色不太一样呢 我说了头你那个吧 滚 我小时候吃冰淇淋 不太敢吃底的蛋卷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 说这个东西是纸壳做的 后来我心里边就有阴影 就一直没敢吃 但是我长大了 后来才知道 这东西这么好吃 你今天要这么吃了的话 你真能吃到纸壳的 我吓 我吓呐 先会在纸做的厚点 龙哥上一个视频 粉丝都说 你对我是不是有点太凶了 有一些女人心疼我了 我说其实不是的 可能是你们还不够了解龙哥 不是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够了解你 反正今儿的一天 这是干啥呢 呼吸新鲜空气 熏陶自己 这旁边不是厕所吗 你懂啥 这不懂体验 大自然 我得带你出来 真的是 它这个叫驿站 其实就是公路旁边的休息站 日本就是有这种公路旁边的休息区 可以进来上个厕所买点吃的 干点啥 测个温 它这应该也有历史了 卖的都是附近的农村的东西 橘子 大地瓜 这个米做的挺精的 这个 这我现在要上班 我都送过领导 提拔就靠这个 萝卜 白菜 各有所谓 玩尬梗是吧 这得亏作为人不懂中文 这是他们本地的薯片 这包装做的帅来了 这是大蒜 烤的黑大蒜 拍黄瓜的料 包大米花 栗子蛋糕 东西真多的 肉 鱼 白白 这鱼挺吓人的 这深海鱼啊 这可真深 但是还有个吃鱼的食堂呢 现在没开门 你看 拍了我都想请你 没有缘 拿着 这会不会有大海 看见大海 哇 帅啊 能回来吗 别乌鸦嘴 我刚才在那里边买了两个东西 我现在来在这吃点 一个是他们家这个比较有特赛的包子 猪肉包 然后有些玄米饼 玄格的玄米饼 这个包子因为两个 因为好吃 这个包子给你吃 管了我吃这个饼 现实中 凉的 油是不错的 走一天了 就要不是你领错道的 能他妈个饿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把眼没露哟 电影中 炒 凉的 包子可以是凉的 但是心 还得是热的不是吗 这个海浪 你看 跟长春一模一样 啊 雄伟 波涛汹涌 这跟长春一模一样 年纪差哪呢 是啊 一模一样 是的 如你们所见 我和龙哥在17岁之前 没有出过长春 我们一直以为 金月潭是海 哎呀 这大海 你会游泳吗 今天就天气不允许 这要早两年 我身体好 我东泳啥都 啥都能整 我咔 我三五下 我就摇到对面 上对面等你 啥也不懂 这咱俩看的 面对的是同样一片海 你想得跟我想的格局 啥玩 高度都不一样 我现在面超大 你知道我想啥呢 你这世界上方方面面 啥事我不操心 像那颗多 像深了那就 龙哥说 这一天 他又从清晨开始听我吹牛逼 听到了黄昏日落 我 属实很羡慕 他每天都能有这样的待遇 我是蛙人 抱歉 手就可以撞了 秋本地的日料店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是 芥末 我必須整點茶 海鮮蔬菜天婦羅 拌拌拌拌 小龍你吃啊 這魚肥啊 來個這個吧 這次除了玩系列的一部分好吃的好玩的資源 是由我的老朋友 日本商品快進店商 日本優選館提供的 有一些這次去看的商品 當你們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 應該已經上架了 截圖到微信里面掃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據說到客服提我有券 排面就給到位了啊 他家是我說的那種真日貨 真日本品牌貨 日本匠人貨 你們這次也看到了 我訪問的一些日本的工廠匠人工坊 就是他們商品的供應鏈源頭 啥意思都是日本的品牌方職貢 不是中間貿易商倒了好幾層那種 跨境電商買日本東西最怕這個 所以各位記住 買日本好東西 就去微信里邊找這個小程序 日本優選館搜索也行 截圖拿過去掃二维碼也行 這小島不簡單呢 我這就磕著頭啊